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光圈开到1.2的时候背景虚化非常厉害 非常的凸显主体 光圈开到5.6甚至是8的时候背景就非常的明显了 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当我们拍人相照的时候 为了凸显主体 常常会需要把光圈开得很大来凸显主体 当然很直观地说光圈就与曝光量有关 当然光圈越大曝光量越高 拍出来照片也就越亮 光圈越小拍出来照片也就越暗 第二点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就是指我们快门链打开一局关闭的间隔 第一个影响到的当然就是直接的曝光 快门打开的时间越长呢 曝光也就越大 通光量就越高 当然我们拍出的照片也会越亮 快门速度如果越快 拍出照片也就越暗 第二点就是在于说 我们拍出动态模糊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会想要拍出一些定格的画面 假如说小白在移动得很快的时候 或者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想要拍出一些它定格的美照 我们就需要用很高的快门速度 当然有时候我们想要拍出一些有动感的画面 我们就要用比较低的快门速度来拍摄了 现在我们实际来拍摄一下试试看 第三点感光度 也就是我们说的ISO 感光度就是相机感光元件 对于光线的灵敏程度 感光度越高 当然相机的感光元件也越灵敏 拍出来照片也就越亮 感光度越低 拍出来照片也就越暗 当然越高感光度 就会造成越多的噪点 所以很多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原生ISO 也就是我们说的最低的ISO 来保持相机的品 来保持我们照相的品质 好了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发光铁三角都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别忘了订阅我们 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在底下发问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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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只要一会儿一会儿